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我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 我自己敢做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人一生下来 每一个人老天爷给你呢 就是给你好运叫做正 给你坏运叫做负 正正负负 家家种种 每一个人应该合起来 都是零才对 那有的人呢 他的正数出现得比较早 小时候父母疼爱 家境优渥 老师喜欢 那有的人呢 负数出现得比较早 比方说像我在 中学都碰到我家里的经济线路了 对 那么我在国中高中大学 应该为钱烦恼 那我的负数出现得比较早 那我负数出现得早呢 那我就认为说 那我应该怎么样来求生存 所以我不是温室的花朵 那我就受了很多的磨练 那现在我就享受我的正数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正负数 应该是差不多的 那你说我的目标倒下 为什么这么有目标倒下呢 我小时候的负数给我的经验 告诉我这我不能乱 我不能乱来乱闯 我可能会浪费时间 浪费机会 但是我找到她的 怎么办 是